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我们看到 屏幕上现在有六个惩罚题 同学们 你能不能运用我们以前学过的惩罚口诀 帮老师算出来 并且说出这个惩罚口诀 诶 一个个来 好不好 第一个 四乘六 用的惩罚口诀是 诶 四六 二十四 很好 下一个 五乘五 诶 五五 二十五 不错 接下来 六乘七呢 六七 诶 四十二 我们接住惩罚口诀 是不是算得很快 诶 加油 接下来 二乘七 二七 十四 非常好 四乘五呢 四五 二十 不错 接下来 三乘六 三六 十八 诶 很好 三六 一十八了 同学们 发没发现 嗯 这个惩罚口诀真是管用 是不是 六道题很容易做出来了 嗯 今天呢 杨老师带领同学们 再来多学一点 好 既然在上新课呢 我来 就给同学们出一个谜语 你来猜猜 打一个数字 我这个谜语没有字 嗯 我就做一个表情 做一个动作 你来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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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咦 你能猜出杨老师 这个谜语数字是几吗 诶 有同学猜出来了 杨老师刚才干嘛呀 在吹喇叭 所以刚才 我的谜底应该是数字几 数字扒了 是不是 一数字扒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来吹喇叭呢 诶 每逢过节 是不是 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吹喇叭 遇到喜事的时候也会吹喇叭 同样的我们还会看到有一组 诶 像这样的叫做 仪仗队 诶呀 这个仪仗队都有干嘛的呀 敲锣打鼓的 是不是 诶 同样的还有吹喇叭的呢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里仪仗队有多少人呢 我们一排一排来看好不好 诶 第一排仪仗队 它有多少人呢 一起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诶 我们数出帽子数发现 我们一排有 诶 这一组总共仪仗队有八人 对不对 诶 一组有八人 诶 姚老师看到了 如果我问那两组仪仗队有多少人呢 同学们 你们会怎么算 诶 八加八 不错 八加八等于多少 十 六 还那么好 那我们就写成加法算是 八加八等于十六人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杨老师说 如果三组一张队 我要大家算一共有多少人 那怎么算 三组一张队 几个八 诶 我听到同学们说了 几个八相加呀 那么就是三个八相加 对不对 三个八相加 刚才我们两个八是一十六 再加一个八呢 诶 是不是二十四人了呀 诶 很好 那四组一张队再怎么算 诶 四组一张队 刚才三组是二十四人 那四组我是不是再怎么样 再加一个八 是不是 诶 一二三四 现在是四个八相加 三十二人了 对吗 诶 四组一张队哦 有三十二人 那我再来看一下 五组 大家能不能 现在给我口算出来 刚才四组是三十二人 对吗 现在五组呢 再加一个八 是不是 诶 再加一个八 是不是四十人了呀 好 接下来 大家肯定知道 我要问什么了 六个组呢 是不是 如果六个组 杨老师问一共多少人 怎么做 诶 是不是 然后再加一个八 四十八人 所以六个八相加是 四十八 诶 那么七个八呢 等 七个八呢 七组一张队有多少人 诶 把七个八通通相加 五十六人 最后 杨老师问的问题又是 那八组一张队有多少人呢 八组一张队几个八相加 八个八 是不是 那八个八 我们一相加 等于六十四人 诶 刚才杨老师和同学们呢 用加法 诶 把这里所有一张队的人数 都给算出来了 一组 两组 一直到八组都算出来了 那同学们觉得 杨老师刚才用加法 列了柿子 是不是长长的 有一点点麻烦 是不是 那有没有同学想到 更妙的方法 诶 是不是我们用成法 这样一个长长的柿子 就可以变得短短的了呀 有没有同学 能快速跟杨老师说 这一个柿子 我们可以写成成法 算是什么样子的 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八相加 我们就可以写成 八成八 对不对 八成八 好 刚才呢 我们一起算了一个八 两个八 三个八 一直到八个八相加 分别等于多少了 我们把这些加法算式 全部转变为成法 然后 把它让一个成法口诀 把它背下来 我们题目就容易做了 是不是 好 那跟着杨老师 来把这些成法口诀 给填出来吧 好 我们看到屏幕上 第一个 一成八等于八 它代表的就是 一个八 一个八就是八 对吗 嗯 只可以写出一个成法算式吗 不是 两个 还有一个 八成一也是八 我们应用的成法口诀 是不是都是 多少 一八 得八 很好 那我们来看到 二成八 和八成二 这两个成法算式 杨老师 结果一样吗 哎 结果是一样的 刚才 我们两个八相加 它的结果是多少的呀 十六 对吗 哎 十六 都是十六 哎 那我们用成法口诀 能把它编出来吗 二八 十六 一念得很顺了 二八 十六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做 三成八 好不好 来 三成八 和八成三 答案是 一样的 三个八相加 等于 哎 二十四 那 这一句成法口诀 同学们 能跟老师说出来吗 三八 二十四 是不是 哎 三八 二十四 接下来 你来试试 四成八 刚才我们算的是多少 哎 是不是在三个八的基础上 我再加一个八 对吗 哎 在这二十四的基础上 我再加一个八 不就是四个八 想加的结果吗 是吗 哎 那四八就 三十 二 哎 八成四 也是三十 那 我们的乘法口诀 应该是四八 三十 啊 哎 不错 根据大家方法 嗯 在前面的基础上 加一个八 同学们 能跟老师说出 五成八的结果 是多少吗 五八 四十 哎 五成八 等于四十 在三十二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八 是不是 这边呢 也是四十 那运用的乘法口诀 同学们 能不能说出来 五八 四十 哎 读得很顺 哎 发现 五八四十 读得很顺口 是不是 接下来 六八呢 六八 四十八 在四十的基础上 我再加一个八就行了 那 八成六呢 也是四十八 哎 也是四十八 那六八就 四十八 嗯 六八四十八 好 接下来同学们 做做这道题 七成八 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在四十八上 再加一个八 多少 五十六 哎 那八成七呢 也是 五十六 惩罚口诀 七八 五十六 嗯 最后一个 最大的 八成八 是多少呢 哎 算出来没有 八成八等于 六十四 那 惩罚口诀 说出来 八八 六十四 是不是 好 刚才 这些惩罚口诀 都是我们 一步一步推算出来的 那同学们 跟着杨老师 一起来 读一读 这个惩罚口诀 好不好 把它记在心里面 一八得八 预备 七 哎 一八得八 二八 十六 三八 二十四 四八 三十二 五八 四十 六八 四十八 七八 五十六 八八 六十四 好 念得顺不顺口 嗯 接下来呢 杨老师 让大家休息一下 休息的同时呢 猜一个谜语吧 哎 这个谜语是 八只脚 台面骨 两把剪刀 骨前五 伸来横行 有霸道 嘴里长把 泡沫土 大鱼动物 哇 看着杨老师模仿啊 他有两把剪刀 在起面捂着 然后呢 伸来啊 他是横着走的 大家觉得 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猜出来没有 哦 很多小朋友告诉我 他的名字叫做 螃蟹 是不是 哎 大螃蟹 是不是有八条腿啊 哦 两个大钳子 然后他还是横着走的 是不是 哎 好 那刚才杨老师说了 一些螃蟹 有几条腿啊 有几条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只螃蟹有 八条腿 那么 一个 八 就是 八 是不是 一个八 是 八 那 老师再问你哦 那 两只螃蟹 几条腿呢 哎 两只螃蟹 它 算几个八呢 哎 它是不是 两个八呀 两个八 是不是十六啊 哎 我们用的惩罚口诀 你能跟老师说出来吗 二八 十六 是不是 嗯 好 接下来 同学们 三只螃蟹 几条腿呢 三只 哎 一只 两只 三只 分别八条腿 那么就是三个 八 是不是 三个八是多少啊 二十四 用的惩罚口诀是 三八 二十四 哎 如果同学们不熟悉惩惩法 你可以用加法 八 加八 加八 同样能得到 二十四 是不是 哎 用惩罚呢 就很快 那接下来 四只螃蟹呢 几条腿 四个八就是 三十二 哎 四个八 32是在我们前面基础上 我再加一个8 再加一个8 那五只螃蟹呢 是不是刚才四个8是32 我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个8 那就是五个8是 40了 对吗 五个8 40 接下来 六只螃蟹 多少条腿 五只螃蟹有40条腿 那六只螃蟹呢 再加一个8 六个8就是48 好 接下来 同学们应该知道杨老师会问 七只螃蟹呢 是不是 七只螃蟹 是不是刚才的六八 48 在48上再加一个8 多少 很好 七个8就是 五十六 七八 五十六 最后 我来最多的吧 八只螃蟹 八只螃蟹 多少条腿 是不是 八个八相加 八个八相加就是 八八 六十 四 对吗 八八 六十四条腿 同学们 刚才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 用成法 口诀 就可以把这些 轻轻松松算出来 对吗 那杨老师 列出一个表格 同学们一起帮老师 填一填 好不好 自己心里默默地来 读一下 背一下 那个口诀 一只螃蟹 它是几条腿 八条 那两只螃蟹 用的成法 口诀是 二八 十六 很好 同学们 一起跟老师念 三只螃蟹 三八 二十四 好 四只螃蟹 四八 三十二 很好 接下来 五只螃蟹 五八 四十 诚法口诀很重要 六呢 六只螃蟹 六八 四十八 七只 七八 五十六 接下来 八只 八八 六十四 是吗 所以我们把这个 惩罚口诀一算 一背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 这些空 我们都很容易 填出来了 对不对 很容易填出来 所以我们八的 惩罚口诀 大家也要把它 记在心里 好 接下来 杨老师 让大家做一做 判断题 做一个判断题 看看哪些说法 是对的 哪些说法 是错误的呢 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题 八乘五 等于 五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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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对吗 这里有几个五相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五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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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龙加五哎呃 所以这道题就是对的好再看第二题八成八等于八加八 ups 诶 这道题对吗 同学们看到 诶 我们的乘法呢 是加法的减变运算 诶 如果它的加数都相同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乘法 是不是 那同学们看到 这里两个八是加法 诶 两个八相加 它写成乘法算是 应该是怎么样的 两个八相加 我们就应该写成 二乘八或者是八乘二 是吗 跟这边相同吗 不相同 我们八乘八是八八 六十四 而这边两个八相加呢 二八 十六 很明显的不相同 所以它是错误的 一大一把 大大的差 那看第三小题 同学们 把题目读一遍 八成二等于十六的口诀是 八二十六 咦 我们有没有听过八二十六啊 没有 只听过什么呀 二八十六 诶 对不对 二八十六 所以这个口诀对吗 诶 不对 我们通常说的是 二八十六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题 我觉得第四题有陷阱哦 每一句惩罚口诀都能写出两个惩罚算是 诶 有同学 杨老师 这肯定是对的 比如说 我这里八成五 我也可以写成五成八 用的惩罚口诀是五八四十 诶 一个惩罚口诀 我可以写出两个算式呀 没错 这个肯定是对的 诶 同学们 你再想一想哦 如果他们两个乘数是相同的呢 比如说八成八 我还可以换一种形式写吗 不行了 我们用八成八的惩罚口诀是哪一条啊 八八六十四 所以他这一句惩罚口诀 我们只能写出几个惩罚算是呀 一个 是不是 只能写出一个 所以他这种说法正确吗 不正确 只能写出一个 有的惩罚口诀只能写出一个 但大多数呢 还是可以写出两个的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哦 我们应用自己刚才所学的 八的惩罚口诀的知识 来解决一下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道题 哇 这图片上有什么呀 有橡皮 有橡皮 有铅笔 有书本 日记本 还有文具盒 他们都标了一个价 两元 三元 四元 和八元 现在哦 他说 你买三个文具盒 一共多少钱 怎样劣势呢 诶 文具盒是八元一个 你买三个 你会怎么劣势啊 有同学告诉我 杨老师 八加八加八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哦 你用加法 没意见 杨老师觉得可以 教你写对了 但是我们学习了新东西 我们就要学以致用 将所学的新东西 运用到我们的题目上来 是不是 我们学的新的东西 是八的乘法口诀 这里有几个八呀 三个八 一个文具盒八元 那三个呢 就是三乘八 或者是八乘三 他的答案是多少 因为我们的乘法口诀是三八 二十四 所以我们写出加法 可以这样写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把它转变为乘法 是吗 转变为乘法 也可以做出来 那这道题算做完了吗 诶 这是一道解决问题的题目 我们还忘了一样东西 它是什么 诶 口答 是不是 诶 答 一共二十四元 千万不要掉了它哦 掉了它 你就这道题 就拿不到满分了 好 刚才同学们跟着杨老师 一起做了一道这样的题目 那你看着这幅图 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出来呢 诶 有这么多东西 你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吗 诶 留给大家下课后 自己来提问 好不好 今天呢 杨老师带领同学们学习了 八的惩罚口诀 大家都学会了吗 嗯 好 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学习 再见